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是髒角在我們公平模式輕鬆上籤的方法 那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一定要訂閱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喔 那我們就開始吧 OK 那這個是公平模式的一個 髒角的一個攻略喔 那我知道大家其實已經有 都在我的留言下面說 想要看困難模式、普通模式或是地獄模式囉 所以這個應該會是我們公平模式的最後一隻角色 那其實在公平模式的話 目前也拍了超過十隻了 所以大家可以去我的播放清單裡面去看一下 那這樣的話絕對 絕對讓大家公平模式 絕對是可以破我們的一萬分喔 一定是可以拿完滿滿的這個獎勵 好 那所以呢 我們的髒角其實在這個公平模式 要怎麼樣可以拿到破千分以上 其實也是很簡單 OK 那我們先來說 從呂布這邊 呂布的話 我們一樣就是擊破他的弱點之後 就是用普攻 普攻直接去A爆他 就是這樣子 普攻這樣搓搓搓搓 那髒角的無雙呢 其實是定點施法 其實是定點施法 所以基本上是很容易中的 好 那髒角他的一個招式 就是使用我們的第六招連技 那這個範圍非常的大 那小兵基本上是一級必殺 基本上一級必殺 可以看到這個範圍是 哇 繞一圈 從340幾分 跳到340幾分喔 其實是非常非常的 範圍非常大 所以我們300個小兵 其實刷得很快 現在已經265了 馬上就已經要來到了284 288 OK 300了 那我們就 這邊記得要趕去的時候 是可以用滾的喔 然後我們就一樣 對線上的話 我覺得還是可以去用我們的 第六招連招 OK 還是可以去用我們的 第六招連招 因為他其實是一個大範圍的 所以如果說有小兵漏掉的時候呢 跑到你的後面 你還是可以燒得到 你還是可以燒得到 然後重點是 張角的攻擊速度 其實也沒有很慢 他其實也算快的 所以 這樣子的方式的話 其實在刷過來說 其實是 相對來說是蠻簡單的 OK 那其實 再回歸到我們的暴風啦 那其實在公平模式 只要能夠上千的角色 我們不管去打之後的什麼 其他模式 其實都是潛力股喔 只是都是潛力股 只是單純因為 在其他模式的話 他還是用你看你的 你的等級阿 戰魂阿 武器阿其實都會有影響 沒有像公平模式可能 還是會有一點點的數值上的差異啦 雖然說公平模式是會抹平的角色 可能還會受到一些 譬如說你有沒有 可能有些羈絆等等的 OK 那不過 能夠上千的角色 打其他的模式 基本上 只要有練的話 要符合他們的門檻 都不是太大的問題 那之後會再拍影片跟大家教學 好 那很快的我們現在就用這個第六招連技 來到了800多分了 OK 那所以要破千 感覺是近在咫尺啦 已經45秒 OK 不過我們已經900多分了 OK 945 那我們這邊就輕鬆的玩 OK 輕鬆的玩 993 最後一招應該就可以破千 好 已經破千了 那我們接下來就沒有什麼壓力啦 好 那以上呢 就是我們張角在暴風公平模式的一個實戰教學 那如果大家還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那記得幫我點個讚 那也可以分享這支影片 那也記得一定要訂閱我的頻道跟開啟小鈴鐺喔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囉 大家掰掰 掰掰